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公案 在以前中国有个杜顺和尚 杜顺 他的名字叫杜顺 他呢 收了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呀 跟着他小佛法 修了十几年了 他有的时候也讲经说法 有的时候也叫人打坐餐餐 有的时候啊 有叫人念佛 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 他这个出家的徒弟呀 跟着他十多年了 天天呢 他对师父的行为很注意 看看这个师父倒是个什么 倒是不是菩萨 是恶罗汉呀 回着是佛呀 就是注意观察 观察这个师父 跟着师父晓佛法 晓了十多年 晓得这个师父啊 这个杜顺和尚 平平无奇的 人家吃饭 他也吃饭 人家穿衣服 他也穿衣服 人家睡觉 他也睡觉 和一般人没有分别 这和当大药不是佛了 也不是菩萨 也不是罗汉 余人没有分别嘛 于是乎啊 就和他师父告假 说要走了 干什么去呢 就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去 要去拜文殊菩萨 求文殊菩萨给他开智慧 想要开悟 向他师父告假 就是慈行啊 就是师父我要 我在这儿晓了这么多年 我晓得 也没有晓得什么东西 什么也不明白 我现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萨 我自己很愚痴的 想要开一点智慧 他师父说 好 你要去朝山 这是应该的 你去了 但是我有两封信 你给我带着 带着交给两个人 这两封信呢 一封信就交给这个 猪老母 一封信呢 就交给青娘子 这我以前讲过 讲过 不过有没听着的 再给你再讲多一次 那么 这头一封信 就投给这个 顺便顺路 就投给青娘子 当然一打听 这个青娘子 是个干什么呢 就是个淫女 就是一个妓女 这个青娘子 是个妓女 当然会说话了 这个徒弟 我的师父 怎么和这个妓女 还有来往 是不是他的情人 就叫我给烧信了 就给这个 说我师父 杜顺和尚 有一封信 交给你 这个青娘子 说 杜顺和尚 有一封信 给我 那好 我看一看 拿过这信 一看 看完了信 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 说好了 他走了 我也走了 坐那个地方就死了 圆起了 就是入涅槃了 青娘子走了 奇怪 怎么他看完这个信 就死了呢 我看一看 看那个信 原来这个 这个青娘子 是谁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封就说 观音 我现在呀 事情完了 我要走了 你也跟着我走了 这个青娘子 所以就 也就 入涅槃了 他说 我要知道 这是观世音菩萨 我跪到他面前 就不起身 不等他死 入涅槃 你说我求他 叫我开智慧 叫我开悟 这多好呢 可惜错过机会了 这叫当面错过 交备失职 对面错过了 这所谓 对面不认识观世音 对面不认识观世音 这当面错过了 还拿着第二封信 去给朱老母送去 到那个地方 地址一打开 朱老母 没人知道 完了 走到一家的猪圈 这个有一个母猪 在这儿 讲了话了 说你找朱老母 做什么 他一看 这是个什么怪物 说我找朱老母 我师父叫我 有一封信 交给朱老母 这个猪 就说 那我就是朱老母了 你就交给我好了 这个信交给朱老母 朱老母 也好像识字 不识字 就怎么念 一看完了这个信 也就坐这个地方 就圆去了 别坐这个地方 就死了 说 他的事情完了 我也回去了 说杜顺和尚的事情 做完了 我现在也回去了 完了 他拿那个封信 一看 这个朱老母 原来就是苦贤菩萨的化身 苦贤菩萨化身 做的这个母猪 他说 这苦贤菩萨来做猪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自己还怀疑呢 他也不知道 他师父事情办完了 怎么样呢 于是胡觉去抄五台山 见着一个很老的 年纪老的一个老歌手 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拜文殊菩萨 我要求文殊菩萨 帮我开智慧 令我开悟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 大智文殊实力菩萨 我现在想求他开我智慧 这个老皇上说 你拜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你拜你师父 就是拜文殊菩萨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师父度身和尚 就是文殊菩萨 转世人 他带到这游戏人间呢 来教化众生 你拜他做师父 跟他十多年 你怎么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师父是文殊菩萨 我看他不像 我看他不像 完了一回头 这个老和尚没有了 没有了 这老和尚到什么用心了 完了就写几个字 说是这个文殊师利 菩萨现在指示你赶快回去拜你师父 度身和尚 他就是文殊菩萨 来化身 这个徒弟你说怎么样啊 这回相信了 于是乎又慌慌慌慌慌就往回跑 跑到家里一看 哦 这个度身和尚 已经坐在那地方入涅槃 很多天了 这也是当面错过教卑师 你说啊 拜了文殊菩萨 做师父 然后干了十多年 也没有教得是文殊菩萨 所以就要去舍尽求远 跑那去拜文殊师利菩萨